眼前这一池如梦似幻的美丽湖水 是一座位在七星山东南方山坡上 大约于五千六百年前形成的艳色湖 虽然湖的面积只有一公顷 但是湖水清澈透明 每到秋冬季节时云雾缭绕 宛如身在仙境之中 因此被人称为梦幻湖 梦幻湖的水质偏酸性 水中的矿物营养颜含量较低 属平氧湖 再加上每年季节性的水位变化 干湿剂分明 这样独特的环境孕育了国宝级植物 台湾水酒 台湾水酒是台湾特有种 大约于五千年前就出现在梦幻湖之中 是一种非常稀有的水生蕨类植物 由于台湾水酒能够适应梦幻湖的环境 以及四季的水位变化 因此能够成为梦幻湖中的优势植物 此外湖内还有七星山古金草 以及拉都西式赤蛙 富斑蛙等重要的动植物资源 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不绝于耳的自然交响乐章 正是富斑蛙的名声 梦幻湖由于气候及地质的因素 逐渐淤积陆化 大量生长的陆生或停水植物 成了台湾水酒的生存威胁 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 为了保护这世界上唯一的台湾水酒自然棋地 在这里设置了监测站 定期地进行调查与环境监测的研究工作 当您来到观景平台 除了眺望湖区景观 欣赏台湾水酒之外 建议您合上眼睛 听一听 蛙鸣鸟叫 闻一闻森林芳香 与我一同来感受这梦幻湖的宁静与自在